如果台灣青帽名校古堡家商呢 在2019年舉辦這個OB賽之後 因為疫情所以停辦了 那麼在今天下午呢 這個第四屆的這個古堡家商的OB賽呢 又再度的來舉辦 那麼所有呢 包括這個古堡家商 歷屆的這個校友全部都回娘家了 而且可以說今天的這些發明單呢 可以說是星光翼翼 不只呢有非常多的這個旅外選手 還有許多現役中職的球員呢 都在這一次的先發當中 好包括呢近期回來 剛加盟這個台岡手衣的大王王柏榮 今天也特地的回母校來參加這個OB賽 那麼甚至呢 還有現在旅美的這個 上位學隊的這個投手 林玉銘呢 在今天也是擔槓其中一隊的先發投手 那麼來聽一下他稍早怎麼說 跟著往樂區跳嘛 就是大鼓相拼 就最希望可以對決到他 然後也不單單是他啦 還有很多到期有很多好球員 那個Max Muncy 還有Mucky Beck 這些都是很好的球員 都會想對決到 只要是我覺得只要是大萌萌選手 我都可以踏上去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我很開心了 好那麼其實今天也有很多球迷來到現場 因為最主要呢 就是要來看他們喜歡的球員 不過呢今天因為這個王柏榮呢 他因為剛回到台灣 剛加盟這個台岡手衣 目前呢整個狀態都還在調整當中 還有許多其他的事物是要來安排 因此雖然說他今天被安排在先發名單當中呢 但是呢他是沒有上場比賽的 而另外呢也是同樣單剛這個先發的 另外一個效力於這個樂天金救隊的這個王彥誠呢 他也因為這個剛從美國回來喔 時差的關係喔 所以整個狀態都還在調整當中 因此雖然他掛的是先發投手 但是呢還是讓其他人來這個上場來投喔 不過呢現場今天因為非常多的知名的酬心都來到現場喔 那麼氣氛也是相當的熱鬧 那麼以上是我們來自相掌握到的情侵法時間 還給鳳梨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